為什麼很多醫生好像自己都沒有在做這個手術 其實這是一個迷思啦 因為做過近視雷射手術的醫生 你看到他沒有戴眼鏡 你會以為他原來就沒有近視 各位大家好 我是鄭世銘眼科王夢奇醫師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人愛美愛漂亮也愛運動 很多人都會藉由雷射手術 來去除戴眼鏡的一個困擾 那我們今天要來談談 做近視雷射手術之前有什麼需要注意到的事項 那很多患者會問到說手術費用是不是越貴越好 事實上我們的手術的費用 跟這個機器的使用的年限跟最新的儀器成本有關 但是因為我們手術的方式有很多種 那並不是說每一個人都適合用某一種特定的一個手術方式 一定要經過評估才知道 所以並不一定的越貴的手術 就是對你最好的一個手術方式 一般來講可能從三四萬塊到十幾萬塊都有 手術收費比較高一定有它的一個優勢在 譬如說它可能會強調在矯正這個眼睛的相差的時候 有比較好的一個功能 或者是說它的復原的速度比較快 矯正的光學區比較廣 這些都是收費比較高價的時候做出來的一些訴求 我會建議在一千度以內的近視的人 才去接受近視雷射手術 那如果超過一千度的 我們可能要考慮其他矯正近視的一種手術方式 近視雷射手術的原理其實就是把我們的角膜 也就是黑眼珠的表面弄得比較平坦 我們的角膜有一個弧度 這個弧度如果說比較凸的時候 它的度數就比較深 那如果我們用雷射手術把這個弧度削得比較平的時候 我們的近視度數跟閃光度數也會隨之減少 像有一些高度近視的患者 他同時有角膜的病變 譬如說圓椎角膜 有嚴重的肝眼症 或者是說眼睛表面有一些特別的一個疾病 都不應該接受雷射手術 近視雷射手術 它也可以同時去除閃光的一個問題 那一般如果說閃光度數在400度以內的話 矯正效果應該是非常好的 那老花的問題 因為老花主要是我們眼睛內水晶體老化所造成的 要處理老花的問題 可能要到年紀大 白內障產生我們更換人工水晶體的時候 才可以徹底來解決老花的一個困擾 一般現在的雷射手術的方式 大部分兩隻眼睛都可以在15分鐘之內完成 疼痛的程度是非常非常低的 有的甚至是沒有疼痛的一個感覺 那手術完以後可能也會只有一點點刺痛 疼痛的程度如果十分是滿分的話 一般雷射手術的疼痛指數是在五分以下 有很多雷射手術其實當天有感覺 第二天可能就沒有感覺了 很多人會問到說手術後是不是就不會再近視了 手術後也有可能會再近視 那有兩種大類的原因 一種是真的就近視度數回退了 這個高度近視的人接受近視的受手術以後 度數回退的可能性是比較高的 那第二種是假性的度數增加 這跟我們手術近視完了以後 有一些上班族他還是要長期的近距離的用眼 那肌肉非常的緊繃疲勞的時候也有可能產生假性的度數增加 所以在確認是不是近視度數回退 我們一定要經過一個扇筒的一個過程 把肌肉放鬆了以後再去測量這個度數 那這樣才會知道說是真的度數回退了嗎 還是假性的度數增加 一般來講如果說這個度數非常很穩定 可以維持一輩子 但是因為我們的眼睛都還會有其他變化的可能性 譬如說我們年紀大了 那每個人都會面臨白內障的問題 那在白內障增加惡化的時候 近視閃光也有可能再度增加 那這時候就不是因為這個手術的問題 而是因為我們眼球自然的老化的一個過程 最常見的手術丸的困擾 一般來講是乾眼的問題 那因為現在手術的技術比較進步了 傷口也越來越小 敷衍也越來越快 所以一般來講乾燥的問題在一個月以後 到半年之間都會慢慢慢慢的減緩 那另外的還有就是說 有一些瞳孔比較大的患者 在晚上可能比較容易有這個炫光的一個情況產生 那如果說你是工作有需要長期在晚上 做一些比較精細的工作 譬如說駕車的話 那在手術前都要跟醫師做仔細的討論 我想建議大家就是說 在手術前你一定要知道 自己是不是能夠從近視雷射手術當中 讓你的生活工作更加的一個方便 那如果你確定要做雷射手術的時候 我想一定要跟醫生做手術前的一個評估的檢查 還要考慮到你手術後的追蹤檢查是不是很方便 那手術後如果需要額外的治療的話 你是不是有時間來做一個治療 我想在手術後至少有一個月的追蹤 這是會比較恰當的 這一點 Viddy 這邊 我們現在看見 我們是一個的 我們在手術前 還是一個 我們在手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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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手術前 我們在手術前 我們在手術前 我們在手術前